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这两天在国内发生了一个挺轰动的一件事啊 就是中国有一个公司呢叫效果文化 他是以这个讲脱口秀而这个出名的啊 挺成功的在脱口秀这个行业里面 那么这两天呢就出来了他们一个演员啊 他在他的脱口性里面呢讲了一个段子 因为涉嫌侮辱解放军而引起来了这个热议啊 这个热议呢是风靡全世界的啊 那些海外的媒体呢也都在这个议论这件事情 那么中国政府中国的官媒对这件事情呢都有了评论也有了处理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昨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俄罗斯授权中国使用海参崴港口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昨天我跟大家说了这件事呢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振兴是一个重大的机会 同时呢他当然也是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呢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呢他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就是说呢从这个开始啊中国在这个日本海啊就有了发言权了 那么日本呢马上就有了反应了啊 那么日本的岸田文雄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还专门讨论了这件事 并且对中国和俄罗斯呢提出来了这个警告 一会儿我们来聊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那么先来说一下这个效果文化脱口秀演员的这个风波啊 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 他是在一个我看好像是私下一个小剧场的演出的时候呢 讲的这个段子 那么这个段子讲完了以后呢就引起来了 有的人呢可能就在网上啊发表自己的看法 认为呢他是这个侮辱了和侵犯了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啊 有人呢就把这个段子呢 说是现场的一个偷偷录音就放到网上 让大家呢说大家来评评礼吧 你看看这个段子呢 他到底是这个是不是侮辱解放军的啊 他这个段子呢是这样的啊 这个演员呢他就是说我从山上呢 等于说捡了两条狗回来 那么这两条狗呢 他甚至都不是流浪狗 他是山上的野狗啊 那么我把他们捡回来以后呢 好像是和一个松鼠啊 在进行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就说这两只狗呢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啊 就是这么一个段子 那么就把这个整个的段子的录音又发出来的 这个博主呢他就说大家评评看 这个是有这个侮辱性和侵犯性吗 这事啊是这样的啊 这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段子里面 他所引用的这个故事情节啊 你也不知道他里面所用的这个词语的话呢 那么你有可能就不知道他的这个侮辱性在哪里啊 你知道不知道 有一种笑话叫内部笑话 这个什么叫内部笑话呢 就是你讲这个笑话 他有一个这个原先的一个故事 你是基于另外的一个故事 你需要知道另外的那个故事 然后你才能领会到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故事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这个笑点在哪里 对不对 这就叫内部笑话 那么你不知道他呢 原先的那个故事的人 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 就等于说讲笑话的人 他就是讲的不是一个笑话吗 他就不想让你来笑吗 是不是 这是一样的道理的 如果你知道了他这个故事的来源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他这个演员的这个段子呢 是极具侮辱性的 为什么呢 首先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哈 这是习近平 这是习近平在对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讲话的时候呢 做指示的时候就说 就希望中国的军队呢 指战员们能够呢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是习近平讲话的这个八字指示啊 那么前面其实呢 还有一句话叫听党的话 不是听党指挥 听党指挥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那么他就把前面听党指挥那几个字就去掉了啊 如果他加上那字就太明显了 对不对 那么他不加那些字 那么不知道这个原委的人呢 哎 就听不出来 但是呢 他照样是在有侮辱性的 他指向的 他想侮辱那个人群呢 仍然是他要侮辱的人群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内部笑话一样 你不知道那个内部笑话 不代表着他不是基于那个原来的那个故事而来的 明白吗 另外呢 这里面为什么是两条狗和松鼠呢 这也是有这个故事缘由的 说是呢 以前的时候啊 在老山前线啊 还是在哪啊 就是这个解放军啊 可能苦中作乐 就养了一只或者几只这个松鼠 那么闲着没事的时候呢 我们解放军指战员呢 就斗着那个松鼠玩 那么这个效果文化演员呢 他现在就说哈 说是呢 两条狗斗着松鼠玩 而且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你说他是不是有侮辱性和讽刺性在这里头呢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的呀 好 现在呢 就这个效果文化啊 就出来解释 有两点 第一点呢 他是说啊 这个演员的这个段子哈 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查的 是他自己临场发挥的 我觉得这个不可信 我对效果文化呢 还是比较了解的 效果文化从一开始 他这个节目 我就一直都在看他的节目 有时候我在视频里面还说来着 他这个脱口秀系列啊 他已经是搞到了5G还是6G 好像5G 我是每一期都看到 我很了解他们 他们的这个段子哈 就是每一个的这个演员呢 这个表演者呀 他写这段子的时候呢 都是几经起稿 完了以后呢 这个段子 他还要经过他这个团队里头 其他的这个队员 还有他们这个里头呢 还有那资格比较老的呢 作为什么老师啊 或者领导啊 给他们改稿子 你知道吗 他这个稿子是反复的打磨的 像这个演员呢 我也知道这个演员啊 他是一个资深的演员了 他不可能 他临时的时候呢 加入了这一段 说他临时的时候呢 加入几个字啊 有可能 加入一句话有可能 加入了整个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不可能 这是他们这个效果文化呢 第一个解释啊 说他这个段子呢 是他个人临时加入的 跟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说已经停止了 对这个演员的所有的演艺工作 咱们且不说呢 是不是说临时的避避风头啊 等这风头过了以后呢 再启用它 咱们这个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是想说什么 我看了很多 他们这个公司的节目 他这公司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文化的 这个公司里面呢 就是对这个政府呢 冷嘲热讽 指桑骂怀 是在他这里面呢 随处可见的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呢 他这里面呢 对那些个 医务工作者的侮辱 管他们叫大白呀 还有呢 在里面用一些网上 对大白什么的 进行侮辱的那种语言 什么我也会谢的 还是什么的 那些话啊 他们都会使用的 在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指桑骂怀 冷嘲热讽 有很多 那么这个效果文化呢 他现在还指出来一个 他就为他们的 这种形式而辩护 他说呢 我们呢 就是这个讲笑话的 讲笑话这里面呢 有的时候呢 你就得去冒犯 这个脱口秀里面呢 管这个说是叫冒犯文化 你知道吗 好 咱们说到这个冒犯 那么咱们就来说一下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人们之间也会开玩笑啊 那你开玩笑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注意你开玩笑的对象啊 是不是 那有的人呢 他脸比较薄 有的人呢 心理承受力呢 比较差 有的人比较内向 就是属于那种 他自己不愿意别人给 对自己开玩笑 或者你说他开不起玩笑也行 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对他开玩笑了呀 对不对 你不能对他开玩笑 尤其是冒犯 如果你要去冒犯他 你去冒犯他的话 你会对他形成很大的伤害 轻的呢 他有可能是会对你们发脾气 跟你们翻脸 重了的话呢 他自己会默默的去生气啊 没准会自杀 或者去杀人 这种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一点都不夸张啊 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呢 可能会开玩笑的时候呢 不注意这个时间场合和对象 这个一定得注意的 你看这点哈 人家郭德纲就做的特别好 你看郭德纲和于谦 他们两个的这个相声啊 郭德纲啊 永远都是去损这个于谦 损于谦的父亲 损于谦的媳妇 是不是 他也可以损自己的媳妇 损自己的孩子 都是损自己啊 他不会去损别人 郭德纲在他的相声里面 还解释过这事 有的人还提出来说 郭德纲你怎么老欺负于谦呀 他是说是这样的啊 这就是一个冒犯文化了 今天讲笑话的时候 你得冒犯谁他才好笑 那么我只能冒犯于谦呀 我们两个是搭档 我不能冒犯我台下的观众啊 那我冒犯台下的观众 台下观众该不干了 我也能不能冒犯 我那个社会上其他的人 那人家其他人也不干了呀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冒犯文化啊 也得看对象的呀 不能随便冒犯 再说了 还有一点啊 有的人呢 还说 啊 在中国啊 没有言论自由 给中国的政府呢 不能提批评的意见啊 我在这里呢 我还想再次的重申 我在我视频里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 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是两码事 它是两码事 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 咱们就比如说啊 你妈妈呢 特别爱做狮子头这道菜 而你呢 特别不爱吃狮子头这道菜 那么你呢 就可以跟你妈妈提出来 说妈妈 这个狮子头的菜呢 你做的特别好吃 比饭馆里面还要好 但是呢 我们如果吃多了的话 第一不利于健康 第二不利于我减肥 第三呢 我有点吃腻了 能不能换个花样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善意的提意见 那么什么是恶意呢呢 你这些全都不做 你背了后 你在网上呢 你就画一个漫画 然后呢 就画一个狗 你就跟那个狗说 你说你啊 除了做狮子头 你是不是就不会别的呀 你看你妈生气不生气 对不对 你妈一定会生气的 是不是吗 因为这就是恶意的了 你指着这个狗 在讽刺你妈妈 花苦你妈妈 抱怨你妈妈 是不是 这个例子 是不是很说明问题啊 再而是呢 我经常啊 在网上我就是说哈 这些人呢 你觉得说呢 你是批评中国政府哈 你觉得你不是甜美 不是攻击中国政府 那么我就问你一句话 当美国攻击中国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是有快感呢 还是有痛感 我就问你这个 如果你有痛感的话呢 那么你就不是恨国党 如果你有快感的话呢 你就是一个恨国党 你就是个汉奸 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 你说什么话 你都是希望中国坏 希望美国好的 这就是汉奸的特征 你的这种心理感受 就是效果文化啊 他自己都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说这是冒犯文化 冒犯文化不可以啊 随便冒犯啊 对中国政府 这也不叫批评啊 这个叫攻击啊 是特别险恶的 他的效果也是亲者痛 愁愁快的 你就看这个事啊 在中国刚刚发生 你就看西方的媒体吧 全都来了 现在呢 效果文化啊 虽然说他昨天的时候宣布 无期限的停止了 这位演员的一切的演艺工作 但是呢 中国政府仍然是对效果文化 立案调查了 我认为中国政府呢 这点做的非常好 要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如果中国政府对他 进行立案调查的话 如果你发现了他 在疫情期间 对中国这个防疫抗疫人员的 辛勤工作的那种 冷嘲热讽的话呢 那么我就对你 中国政府的这个调查呢 我认为你是工作做的够戏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呢 那么你的工作呢 就是扶皮疗草 这个公司呢 是我很喜欢的 我不希望这个脱口秀啊 就不办了 他每一年办一期 已经都有五年了 连续五年 我很喜欢看 每一集都看 有的呢 就反复的看 但是呢 今年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我没有看到他第六集 我还觉得挺可惜的啊 我真的是希望他继续办下去 但是我不希望他们持有这样的立场 之前他们还出了一个演员 叫池子 池子那个演员呢 从一开始的 我就看着那小子呢 就是夹枪带旺的老师 在人品方面呢 有一定的问题 那么后来果真是 他脱离了这个效果文化呢 他就开始啊 原来是攻击这个 攻击那个啊 跟他的这个东家呀 跟他的合作伙伴呀 全都合不来 全都攻击别人啊 现在呢 他脱离之后 单干了啊 没别人攻击了 就开始攻击中国政府啊 到美国加拿大来演出的时候呢 就攻击中国政府 我感觉呢 他很明显的想留在美国 想制造一个呢 被中国政府迫害的 这么一个这个形象啊 让美国来对他进行政治庇护 现在这个侮辱解放军的这位演员啊 搞不好 被效果文化给开除之后呢 就去找那池子去了 加入池子 反中联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海参崴这件事情啊 除了呢 我昨天所说的那个呢 对中国东三省的经济呢 是一个 是一个振兴利好的一个大好消息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吗 那就不一样了呀 那么在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就问说呀 说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啊 在15号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要点名中国和俄罗斯 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呢 是破坏地区局势 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他们现在啊 就觉得单方面改变现状的 这个词好像就觉得特别好使啊 如果说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话 还有比日本更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吗 他现在呢 就要修改宪法 提高他的这个军费开支 要恢复他的这个正常化的 一个军事国家的这么一个目的 他不仅呢 说要能够单独的对自己进行防卫 同时呢 他在世界上还要拥有这个进攻的能力 这些不是这个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吗 是不是呢 俄罗斯允许中国使用海参崴 这是单方面改变现状了 要知道海参崴原来就是中国的呀 假如说在历史上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没有发生海参崴这样的事件的话 那中国是不是用海参崴 来作为这个东北的出海口呢 对不对 就是作为东北的出海口啊 不同的是呢 现在中国恢复了对海参崴的港口的使用的时候呢 以前中国就在这个日本海这个区域呢 就不出现 现在呢 在日本海呢 就是每天要出现 出现的频率呢 就特别高 这样呢 日本就害怕了 对不对 甚至于呢 如果日本做什么事情 妨碍了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正常的贸易活动的话 那么中国就有发言权了 所以日本就跳起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汪文斌是怎么回应这件事的 他说 作为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 日方沉迷于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 损害地区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日方老调重谈 不遗余力的抹黑邻国 不乏以此掩盖自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是他单方面改变现状 我很高兴呢 中国把这个呢 给他提出来 然后呢 汪文斌说 波斯坦公告 开罗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 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基础 写明了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一些势力极力的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甚至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不就是在企图改变现状吗 那么就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件事情哈 他是这个安倍提出来的啊 安倍现在呢都已经是撬别子了啊 那么台湾最近呢 哎又在就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 去联络日本 说你们不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 然后我们啊来谈一谈吧 我们来讨论讨论吧 那么我看到呢 日本方面呢现在跟台湾说了 说呢我们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不是说台湾有事我们会出乒乓你们 我们是说呢台湾有事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你看嘛啊 日本呢现在就往后上了 然后呢王宾斌说 如果日本真的反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就应该歧视鲜明的制止国内这些 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势力 就应该认真的反省自身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就应该明确的重申遵守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 你看啊 中国这段时间以来啊 一直在提这个波斯坦 一直在提这个波斯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这些国际法律文件啊 现在中国呢就是不断的提不断的提不断的提啊 就想呢引领这么一个方向 到时候全世界呢都在讨论国际法 都拿这个国际法来说事 就逼着日本呢出来啊表态啊 说啊波斯坦根据波斯坦公告开罗宣言 那台湾属于你们那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就不管啊 这就是第一步啊 只要是他承认了这一步 然后接下来就该说这个流球群岛这事了 你知道吗 一步一步的来 中国的外交政策呢 现在就提出人出来啊 是一个这个游手转弓 稳扎稳打的这么一个作风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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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